之前我媽在大陸工作 然後我還在打球 我媽去了五年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的一些經濟大權 就全部抄在我姐的手上 她就有我的所有的 存折然後印章什麼東西 好危險喔 對 然後 那大家也知道我姐很兇 然後有一次她回家來 我還在睡覺 她看到餐桌上有一杯 吃了一半的那個綠豆湯 馬上衝到我房間 把我叫醒 然後把我用打的打醒 她就說 為什麼那個綠豆湯不收 然後我說我在睡覺 等一下還要練球 你現在要把我吵醒 就為了一個綠豆湯 她說對 你為什麼不收 就開始跟我吵 我就吵起來了 就吵得滿兇的 那是大概早上的事 好啊 那後來到了下午 差不多晚上 下午傍晚的時候 打個電話來 哈囉弟弟 這聽起來就事有心跳啊 對 他叫我弟弟 你吃飯了嗎 我說你要幹嘛 他說沒有啊 我怕你練完球 肚子餓 所以你吃飯了嗎 要不然我去帶你去吃飯啊 我說不用 我吃過了 你要幹嘛 哦沒有啦 你也知道就是說 我最近搬新家嘛 新房子啊 那你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有跟我說 你要送我一個大電視 我說有啊 然後咧 哦你不用麻煩了 因為我已經買了 而且 是用你 戶投你們的錢 謝謝你哦 我說哇塞 你早上那個碗娘臉 跟我講說綠豆湯吃一半 不能放桌上 下午就直接拿我的錢 去買大電視 所以你說他有多壞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把他就是 把他 趕到西雅圖去了 趕到西雅圖 以後各大節目已經 不會再有機會 發我姐的通告了 好不好 所以以後我的通告 越來越來越多 嘿 謝謝 溫柔就是女生最好的武器啊 對啊 而且你看講來講去 感覺好像還是我們台灣女人最溫柔 是 所以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對啊 不得上 好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阿倫志祺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